小和惠子自出生便因疾病丧失了听力 2019年他成为了一名职业拳击手 并在第一轮比赛中以击倒对手的方式赢得了首赛胜利 惠子在一家小拳馆练拳 这里学院不多,设施老旧 两位教练沉默寡言,认真负责 老馆长脸上则毫无肃杀之气 更像一个爱缝缝补补的慈祥长辈 惠子是这里唯一的女学员 众人对她照顾有加 而她也喜欢这儿的生活 记笔记是惠子的习惯 所有人散去后,她独坐于全台旁 认真记录下一天的练习内容 而后踩着夜色归家 东京是座不会停歇的城市 水流与车名声交错 硬衬的人心欲显渺小 惠子与弟弟合作在一起 弟弟是位音乐发烧友 常和好友在家中摆弄音乐设备 惠子听不到声音 姐弟俩日常便也无太多交流 早上,被连着手机的电风扇吹醒 睡眼轻松地起床 跪在客厅的弟弟披上毯子 出门,晨曦微露 城市的夜灯依旧亮着 跑完步,在河边坐着拉伸 老馆长来到身旁 礼貌地点头致意 而后是悄无声息地默契练习 河水静密流淌 城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坐在河岸旁的两人 宛如一对亲密的妇女 惠子起身练习起步伐 老馆长看在眼里 露出行为的笑来 由于疫情原因 全管近来不慎景气 隔三差五便有学员退出 老馆长无力改变什么 且他自己也出现了健康问题 人儿,无论年轻时如何强硬矫健 年岁渐长时 都不得不在无涯的时间面前 低下头来 医院中 妻子满眼羡慕地 看着电视中的彩票中奖信息 而老馆长则已没了太多期许 真的有人中彩票吗 说不定大家都被骗了呢 还有其无力地嘀咕道 另一边 惠子正如常工作着 全机只是爱好 他要靠在酒店做保洁 维持生计 当然 听力的丧失 会让他遭遇许多阻碍 旁人眼中的小声 他常需要多费些力气 比如去超市时 他因无法听到店员的提醒信息 所以从未享受过会员优惠 再比如 与陌生路人相撞时 他也不能如常表达歉意 便只能在奚落声中 急不走开 拳馆成了惠子最愿意待的地方 在这里 他可以尽情地躲闪 挥拳 将所有的情绪化为力量 悄无声息地发泄出去 现在很少有年轻人 能对这项运动真正产生兴趣 他们场音一时所好来到拳馆 不多时日后 又因枯燥无聊而退出 但惠子是专注的 直到闭馆后 他依旧在独自琢磨着招式 老馆长来到身旁 似要说些什么 但看着惠子认真挥拳的样子 还又带着笑意走开了 不久后的比赛中 惠子遭遇了旗鼓相当的对手 对方教练不停呼喊提醒着 而几方教练 只能默默关注着拳台上的变化 最后的回合中 惠子被激怒 如一头愤怒的牛犊伴 直冲向对手 拳台上的对决 也是心里的博弈 有些失控的惠子 接连遭到对手重击 老馆长眼中 显出几分忧虑 而看台上的母亲 早已不忍直视 好在 惠子以微弱优势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掌声响起时 她有些茫然 似乎未对最终结果 怀抱多少期盼 再后 母亲来到休息室 对老馆长表示了感谢 而闪光灯下的惠子 依旧带着几分困惑 与不耐烦 母亲也未有多少胜利的喜悦 大概 女儿脸上的伤痕 更让她挂心些吧 夜晚时 弟弟告诉惠子 比赛前 母亲紧张地没有吃下饭 惠子想知道 赛后母亲有没有说什么 弟弟让她自己去问 而后满脸惊奇地 诊识着手机上的新闻 比赛结束后 对手直接去了医院 惠子为多做理会 她翻看起 母亲拍下的比赛相册 看事实还很清晰 而随着比赛深入 照片愈发地没有了焦点 母亲的心情 就这样传递给了惠子 深夜 惠子辗转反侧 轻声起身走出了房间 此时的母亲也未如睡 她看了看时间 眼中依旧卸着忧心 洗手之前 惠子吐出了些许血痰 抬头 弟弟正站在门前 他不在意地冲了水 有些伤痛 终不能被轻易看见 比赛胜利后 有记者前来采访 老馆长遗起了许多往事 这家拳馆 已有75年历史 老馆长自成副业 但他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今后 恐怕也无人打理了 惠子是两年前来到这儿的 那时他只有一些拳击的基础知识 但却热情满满 他几乎每天都来 训练量一点都不比南学院少 后来 老馆长问他是否想做职业拳手 他的回答很简单 想 这是老馆长第一次听到惠子的声音 与一名拳击手来说 没有听觉是致命烈士 惠子听不到裁判的判法 与读秒声 这很危险 所以在之前的拳馆 他连练习赛都未参加过 但他的势力很好 总能专心地观察对手 记者问及惠子练习拳击的原因 老馆长思索片刻后说 他小时候曾被霸凌过 高中又成为了问题少女 甚至打过老师 大概是因为很擅长打架 才会想着学拳的吧 这是惠子母亲揣夺的原因 但老馆长并不认可 他觉得惠子只是喜欢打拳时 那种无我的状态 惠子的天赋并不出众 个子小 一斩短 也不够敏捷 但作为一个人来说 他品情好 诚实 直帅 是个好孩子 老馆长低声说道 我请离开时小心询问惠子 还要打多久的拳击 现在这样难道还不够吗 职业拳手已经很了不起了 惠子转过头 没有回答 我请唯有带着几分无奈上了车 事实上 惠子现在的状态的确不好 比赛第二天 他有些发烧 却依旧不停歇地感去了工作 同事们觉得他坚韧 勇敢 充满动力 而他心中的疲惫 焦虑与孤独 却很少被体察 那一晚 下班后的惠子 并未如常赶去拳馆 他一个人来到首席的河岸旁 轻轨闪烁着从头顶划过 很快周遭又归于沉寂 此时 两名警察到来 询问起他的状况 他解释不清 警察也不愿多管闲事 偏含糊其词地离开了 小姐情趣的氛围被打破 位子唯有踩着昏黄的夜灯归家 电车在此隆隆驶过 闪烁的灯光 一如他纷乱的心绪 而另一边 老馆长正和妻子 商量着关闭全管的事宜 由于疫情 以及失去改造等因素 我们不得不关门了 这是真实的闭关原因 却被从演讲词中抹去 但老馆长也想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了 生活至此 他已有足够的能力 去面对人生的变迁 全管妥善关闭后 他想和妻子一起去旅行 可去哪儿好呢 先去泡个温泉吧 或者去冲绳 结婚时 夫妻俩曾在那里度过蜜月 我想去泡温泉 妻子带着体恤而伤感地笑说道 比赛过后 惠子独自熬过了感冒与伤痛 两个月后 他又要进行下一轮的比赛了 吃饭时弟弟问他 不会觉得害怕吗 打人语背打 听起来就很疯狂 当然 我当然会害怕 惠子回说 那我就放心了 说明你骨子里还是个正常人 弟弟戏谑道 分析比赛录像时 小林教练告诉惠子 要控制情绪 如果急于进攻 就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因为我怕痛 惠子诚实解释道 没有人喜欢疼痛 你还真是诚实呢 小林教练笑说道 防御练习时 惠子总是下意识地后退 结果被击中了鼻梁 圈台之上并无太多温情 他唯有独自擦去鲜血 继续练习 再次去检查时 老馆长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玩手走出医院的夫妇俩 宛如一对 暮年已至的老人 惠子依旧在酒店 与拳馆间奔波着 他很疲累 却不知该如何表达 馆长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他写下了这句话 却依旧有遇者 做不出选择 提前归家的路上 惠子遇到了馆长夫妇 点头之一 仓皇而逃 他就像一个心怀溃疑 无法面对父亲目光的孩子 第二日 惠子没去拳馆 他和闺蜜们一起去逛了街 明媚的河岸旁 笑意挂在脸上 却依旧有心事 积聚在心头 而另一边 老馆长宣布了 拳馆关闭的消息 最近这段时日 两位教练 一直在为新的选址而奔波 但终是 没能阻止这个时刻的到来 老馆长向众人表达了歉意 正式的闭馆时间还不确定 对于已安排了比赛的学院 拳馆会负责到底 请继续和两位教练一起训练吧 老馆长平静结束了自己的致辞 贵家路上得知消息的惠子 在夜色中 占了许久 弟弟劝他把心事说出来 可他觉得 谈话并不能解决问题 很多事 都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不是每个人 都像姐姐你一样坚强的 弟弟笑说道 可我也不是很坚强呀 惠子回说 但显然 弟弟并不相信 在缺练拳时 惠子的状态很不好 看着躲逼的背影 老馆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训练结束后 他特意来到女孩身旁 一句一顿的低声说道 惠子 拳击这项运动 没有战斗的意志是不行的 这即使对对手的不尊重 也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惠子努力张了张嘴回应着 老馆长轻声叹了口气 而后又迅速抬起头说道 惠子 对不起 拳馆要关闭了 如果你不想打下一场比赛 最好现在就拒绝掉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惠子含着眼泪没有回答 回去后 目前发来了讯息说 自己会来东京看下一场比赛 而此时的惠子 正在游移中 无法挣脱 为了给惠子 联系新的拳馆 小林教练挨个打着电话 却都无功而返 最终老馆长出面 低头请求固有收留了惠子 新拳馆的馆长很和善 甚至专程练习了手语 但惠子却拒绝了这份邀约 理由是 这里离自己居住的地方太远 一同前来的松本教练很气愤 我对你很失望 他对惠子说道 而后转身离去 归家后 惠子拿出了那张早已备好的字条 上面写着 尊敬的馆长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一直这样下去 我怕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很高兴曾经做过职业拳手 非常感谢您 带着字条来到拳馆时 他看到老馆长 曾趴在小小屏幕前 观看着自己的比赛录像 惠子不忍 转身走出了门 但随即又回到馆内 做起了热身运动 老馆长将镜子擦拭干净后 向惠子做了一个拳击动作 而后两人对着镜子 开始了练习 馆长的外套不小心撕开了口子 他一边嘟囔着 又要挨老婆骂了 一边脱下衣服 继续挥拳 惠子眼中积续着眼泪 最终化为了撒娇般的笑容 不久后 老馆长晕倒住进了医院 师母赶来拳馆 交代了状况 惠子满眼关切 却也做不了什么 师母特意将他换到身边说 你就要进行下一场比赛了吧 我们都很期待呢 是的 惠子努力张着嘴 得出了确信的回答 练习时 一向强硬的松本教练 突然情绪崩溃 背身哭了起来 看着抹着鼻涕的教练 惠子露出笑来 原来再坚强的人 也有脆弱的一面呀 医院中守在病床旁的惠子 依旧在认真做着练习笔记 师母好奇翻看起来 而后一边笑 一边读出了声 笔记里不仅详细记录着每日的练习内容 还写满了惠子的小小心绪 今天跑步时 河水有怪味道 我几乎想要回家了 但跑到一半就又习惯了 做乒乓板练习时 馆长不小心跌倒了 他看上去很生气 而我差点笑出声 但还是忍了下来 很多时候我总会觉得紧张 深呼吸可以帮助自己放松 最近我的后背很疼 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我还没学会正确使用身体 往昔一幕默浮现 在拳台上 在训练馆 在河岸边 馆长就像父亲一般存在着 那顶红色的帽子 还没来得及还给馆长 而自己的拳击手套上 也还有着馆长未缝完的针线 拳击不只是躲避挥拳 输赢胜负 还有着一个女孩成长中的细腻心思 老馆长醒来时 妻子恰好读到了笔记上的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 我还是不能相信拳馆要关闭了 很难接受 我不能原谅他 老馆长嘴角露出一丝苦涩来 第三轮比赛开始了 他输时期 现场并没有观众 但还是有很多人关注着这场比赛 饭店后巷中 弟弟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 母亲也从家乡赶来 他依旧不忍心看到女儿受伤的样子 而此时的老馆长 也看不清电脑屏幕 他只能靠声音 判断比赛的局势 圈台上 惠子再次被对手规则外的招式所激怒 教练高喊着让他冷静 而他听不到 只是怒吼着向前冲去 对手抓住漏洞 一击重拳直冲灭门 他应声倒地 裁判开始堵秒 奇迹并未如期出现 挣扎着起身后 惠子再度倒在了拳台之上 馆长摘下耳机 显出几分失落来 但失败是人生的常态 还是先去填饱肚子吧 他举起双拳 为自己鼓了鼓劲 而后划着轮椅 向光明出走去 拳馆关闭时 惠子正如常工作着 同时总也噎不好背脚 他第一次带着笑意指导起来 下班后 惠子收到了教练发来的照片 这是属于老拳馆的最后几年 正伤感之际 上一场比赛的对手 出现在了眼前 他在附近的工地做工 脸上的伤痕已被泥屋遮盖 简单之一后 对方匆匆离去 惠子愣在了原地 片刻的难过后 他突然露出释怀的笑来 世事不由人 但所有人却又都在努力生活着 惠子转身泡向山坡 向下他又开始了新的长跑练习 惠子凝世 近来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反套路 不热血 不鸡汤 不煽情 甚至安静的连台词都没有几句 但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 抚慰了我 很多时候 我们总误认为 人生是由一个个关键时刻组成的 在这些时刻里 我们必将热血拼搏 赢得胜利 而后从容开启崭新的人生 所以 许多电影总会处心积虑地 去迎合众人心中幻梦 无论糟糕到何种境遇 最后的最后 总会有一场汗畅淋漓的胜利 等着你 但现实是 在庸长繁复的生活中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运气与能力 去迎接这样的时刻 作为平凡人 我们大概率不会一直赢 甚至于 失败 遗憾 犹疑 和不知进退 才是人生的主旋律 比赛会输 馆长会老 船馆会被关闭 而在全台上击败自己的胜利者 再度出现在眼前时 也是一副分包忙碌之子 这大概便是生活最真实的样貌吧 心怀理想 退伍不得不实时与现实为敌 相比于胜利 平凡人更需要的是遭受挫折后 继续生活的勇气 为此 我们要工作 要填饱肚子 要与过往和解 要暂时摆脱犹豫和恐惧 而后才能继续向前奔跑 所以 镜头中的惠子 总是隐于人群之中 他不是英雄和胜利者 他只是寻常人生的一种应兆 而作为普通的日常 或许恰恰 才是众生最大的敌手吧 我是腾九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盈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